再给这一场战斗更大的黄呼吸 结束了以后 已经不是可以用鼻子呼吸的状态了 所以用嘴呼吸 一呼吸呼吸 把虫子也呼吸进去了 知道自己身体已经没有力了 一点点力都没有了 但是那种感觉是 我心里那般火 这个小餐楼跳出来了 太开心了 就是这样 尤其到最后 我在一起呢 我感觉玩嗨了 一星哥也惊到我 确实能看到 他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地有练过 是专业的 太紧张了 太刺激太燃了 我真的很感谢这个节目组 给我带来这一切 这人生初体验 我的天 真绝无仅有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已经豁出去了 我想到的想不到的 我都让自己尽量去发挥 投入这个气氛跟那个情绪中 这个真的挺不容易 我觉得钟老师也真的好努力 四轮坚持每一轮都跳完 同时还有变化 真的很尊敬钟老师 不顶得住 反正继续努力练习 中国街舞拳好久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了 就这么纯粹 其实他们这种状态 有点像十几年前 街舞发展时的那个状态 是那种很拼很要 完全就是竭尽所能的那种感觉 真正的是用心去爱 你自己的爱好 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才会得到 你最后想要得到的那种尊重 舞蹈里面的尊重就是这样的 我比赛完之后 可能更多的回忆 是在小时候在街舞房的感觉 跟你一些哥哥们 就是比赛 玩 但是我这次是可能作为一个明星 然后再来回到街舞圈 我这浑身充满力量 就是你不用力 就是很愿意地玩 就感觉好开心 原来跳舞 这么多人围着看你 是很有氛围的 就是原来 哦 跳舞 应该是这么多人去玩 就是有爱嘛 爱和平衡 很享受 当我想到那种感受的时候 就特别快乐 因为我们尊重这个比赛 这个游戏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 其实身为艺人 伊博也好 伊心哥也好 汉良哥也好 可能每天 每天跑的行程 可能要录的节目 或者要发歌或者什么 其实很少时间 可以有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特别感恩这个机会 就是因为爱跳舞 才认真拼命地去玩这个游戏 我觉得十年都没有的一个机会 来 再次把欢呼掌声送给我们四位队长 天哪 我是喝醉了吧 看到这一切 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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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里要跟所有人说一下 我们这一场四位裁判的判罚已经结束 他们在每一轮的Cypher当中 都会直接写下 自己认为在这一轮表现当中 最好的一位队长 所以四轮总共有十六票 拿到最多积分的那一位 即获得这最后一条毛巾 那么接下来呢 由我们的总导演陆伟先生 为我们公布这一次的结果 掌声有请 首先感谢四位队长给我们奉献一场 这么精彩的比赛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 因为今天这一场比赛 队长们其实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在比赛 是为了给队员们再多一个机会 太棒了 是为了这场毛巾比赛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年这一季的主题 叫做为爱而战 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辱得失 是为爱而战 第一个我想要公布的是 街舞精神就是 Keep it real Battle总有输赢 在四位裁判公正的裁决之下 今天晚上得到最高分的队长是 张艺兴队长 首先是没有想到真的是感谢各位的这个认可 谢谢 我觉得街舞就是这样的拼尽全力的去跟对手比赛 但是比赛完了以后我们还是朋友 爱和平衡 第二个决定是我本人临时决定的 因为我被这一场Battle的气氛 和所有的队长的投入和现场的气氛 深深地感染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Battle论成绩应该有输赢 但是论精神没有输赢 所以我想额外再给Battle的每一位队长都提供一条毛巾 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接到最想给毛巾的舞者 最遗憾的舞者把毛巾给他 好的 接下来队长们可以自行决定把这条毛巾给谁 我们这一场终极毛巾争霸战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 太棒了 这就是街舞 太棒了 太棒了 今天有一位神秘的嘉宾 会空降到我们的现场 是谁 全级冠军吗 他是九十年代巡演破千场 交舞七年弟子过千 佳儿 郭富城哥 我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会有一个你们遇上不道的场线 本场考核的选手们将以组合或单人的形式 按照出场顺序表演作品 获得四票全员直接晋级 零票直接淘汰 好残忍 好残忍 3 2 1 3 2 1 佳儿 这场来了 你来了 我们正在准备 我跟陆总给大家准备了一顿火锅大餐 陆总你亲自来啊 亲自准备的 亲自准备 这锅怎么辣 我们现在开火啊 吃完这件先洗手 嗯 再洗一下 在那吧 有点 我都已经烂了 有伤是吗 嗯烂了 我这里这么多金属 万一破烧锅 对 有 要相信我 哦 干嘛哪里 碰到酒精了 我也是 哎我有个医生在这一会儿你们要不要需要 哥你这句话昨天开始说 那没事小事 我是火锅大人 基本上全中国火锅没有我没去不知道的 你骗人 哇 辣锅就开得快 毛肚那个王一博喜欢呢 谁 你勿开 先为明墙面股壳吧 好 太有爱了 太有爱了 这个场面已经可以载入中国街舞史册了 从来没有过这么棒的 这么炸的 这么有名的比赛 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季都会觉得 就是第一集就像是总决赛 我们也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特别棒 谢谢思维队长 辛苦了 辛苦了 太有爱了 为爱而战 那么节目就到此为止吧 明天不上班 明天不上班 双飞巴士的班 明天不上班 想咋来我就咋来 明天不上班 不用借给服装孙子 明天不上班 可以获出一点诊识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四位队长以前有有经历过或者是看过这种 刚刚我们经历那种形式的比赛吗 我是第一次看了欣赏比赛 我也是 看的话视频看的多但是 亲自感受是第一次 对面对面的真的第一次 太棒了 李博是有有这样的经验的对吧 嗯 我有小时候然后还有一次看着KOD 就是那年你做解说的那年 对对对对对 哇 你还做了解说啊 那很厉害 一个不说话的人居然去做了解说 因为旁边有人跟我一起 最让我觉得嗨的是 我们最后一轮跳kwamp 的那个 你作为一个KOD的 做过这种专业街舞赛事主持人的 评论员的这样的一个 别别别别别别别 点评一下今天的整个过程 几位哥哥的表现 玩满吃蛋的 听一下 哈哈哈哈 太难了 太难了 以这种battle的氛围来讲 你这氛围真的很开心 就是首先舞者们也很害 就是我们 除了我们四个人以外 舞者们就在看热闹我觉得 哈 我觉得这就是这样的 就是battle就是这样 大家会 这个气氛会让你更有劲 你上了场之后 你不管你跳什么 就是冲了就拼了 对对对对 哦 我这里有冰水 各位谁要 哎呦这也太爱 1 2 2 3 4 放到这边应该很快就融化了 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过 要我做一档节目 叫做看谁不说话 就意思差不多就是 这是个节目吗 对他就是看几个都不喜欢 不怎么说话或者说不明白 说不清楚啊 哈哈你是就是个节目说吗 对对对 我这是没有说的不明白吧 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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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止去比 你明白吗 我的包裹皮跟我说 我说的很明白吧 这次我占占比做好 做比占比做好 然后 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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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占一下去 说不明白 哈哈哈 我怕我说 反正这个节目大概不说了吗 一个不说话 一个说不明白 一个什么 说说不理 这就是街舞 这就是熬夜啊 第一场采访 三二一 戴好 我说不明白 说明白了吗 好 好 哎呀 我也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非常 非常 我都懂 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 我们这次的开场大秀 陆总 发了疯了一样了 搞了一个我们一个户外的一个大秀 然后一个四百人的大秀 看见阳光 你们 其实当时的时候我订个方案的时候我就想哎呀 其实太辛苦四位队长 但是这感觉就是一定要把从晚上跳到白天的这个整个串联起来之后 他这个本身这个片子会给人很大的希望感 所以这些主题本身 用这种街舞的方式来去 让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其实跟街舞的精神就很像 就是battle嘛 跟现实battle 跟困难battle 对 因为我主题是为爱而战 但是灵感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舞者 舞者的亲身的经历给我的这种感觉 因为晚上象征的其实是一个 人在一个比较压抑和低沉的一个时候 早上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事 就是经过一番努力以后看到希望 对对对对 是这个事 几位队长应该是第一次从 晚上跳到早上吧 如果 如果没记得了 通常我们都是练起舞 然后在组合里或者什么的 哦 也有是吗 对 就舞蹈房里练一个通宵 但 晚上跳到早上是一直在 free 然后battle这种 这么愉快 就是那种 这么高强度了 气氛 第一次 我在那个 天亮快要亮的时候 我就闭眼睛在在在擦汗的 我大概闭了一分钟嘛 哎 起来就 就从黑天到白天了 对 我这个过程觉得 特别奇妙 像我坐那边黑天 瞇了一下起来天亮 就看到那个云 云在上面 我的天亮 我的天亮 我身上有很多 我吃了一分钟 经常 聚 经常掰 哎呀呀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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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 经常 哈哈哈 经常玩 经常玩 哎